听过一个最好的复合 就是对方跟你说 我没有要复合 我要重新追你 再爱上一次 到现在是新辈子 啊 真的是啊 真的是表姐 新朋友啊 这应该是她的 肯定是 可能她跟你的关系越来越好了 一天明天好 就比较柔了一点 对 我觉得我可能就对了一个选择 就是用比较聪明的方法跟她相处 今天也得到了好的反馈 所以我 我会继续用这个方式 陪伴着她旅行 哥儿的 爱你笑了 哼起了小哥 整理起了自己的发型 其实能从新朋友能从头开始 从头开始对 就是复合最好的事 是 我听过一个最好的复合 就是对方跟你说 我没有要复合 我要重新追你 嗯 对 嗯 再爱上一次 今天那个微光片 就多了一个名字啊 没看到吗 没注意看 就多了一个名字叫许文可 她激动啊 哦 那就是可能在他们那边 应该在我们这边 但是她应该没有出现了 应该不会贴上去的 她如果去那边的话 她跟谁睡啊 想想她不可能多一个人 单开一个房间吗 你管那么多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哇 她已经出现了 我猜测一定是一个 反而不是我们这三个女生 最后类型的女生 一定是一个另外的类型 你看她 她好期待 嗯 那位是什么类型呢 我感觉可能要么就是罗莉 小小 小小个 要么就是一个 比他们更高 比起舞 然后特别瘦 特别预解 嗯 像我觉得预解已经有人 嗯 嗯 哦 哎好期待 有点意思 就感觉这女生又有新的东西进来了 你俩的聊天生 聊啥我都听见了啊 哈哈 这个大狗这是第一次 我觉得她的雷达想起来了 对 而且做了她的猜测 还蛮准的 嗯 身高 形象 然后整个气质都吻合了 见面一看是自己老师 吓死我了 哎 可可会是大狗喜欢的类型吗 感觉会吧 肯定会 感觉大狗就是喜欢姐弟恋 这么漂亮 嗯 那更难的问题 那大狗会是可可喜欢的类型吗 我觉得不是 不是吗 不是 那样可可跟她之前的男朋友 分手是因为什么 她不成熟 这个大狗还是小男孩啊 但是感情很难说啊 嘿 万一就对上眼了 真的很难说 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的发生 那就是在House那儿了 嗯 终于收到了 而且是短短的一句话 但是特别积极良心的一个信号 之前如果说有时候是红灯 偶尔是黄灯的话 这算是一个绿灯 新朋友 有这样一个称呼 那就是某种意义上跟过去的一些记忆划清界限再告别了 这会是一个新的开始吗 她愿意重新认识她 所以我觉得这时候男生他真的要做得很好 嗯 因为对方给你一个新的机会了 对 不是从头来过 是重新来过 是的 但我觉得表姐的重新认识不是指的是爱前的那种重新认识 你觉得是当朋友的 对 因为她其实有讲到 是想要觉得说我可以把你当一个新朋友来看 但是她自己已经理解了头发唱起了歌 我觉得别太飘啊 浩子千万别太飘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脚踏实地一点一点 把核心问题解决 把美好的未来铺展开好不好